关灯 门啦 现在外面天都黑了 我和猪胖胖要出去找一下仓库 我们俩都穿的是睡衣 出门就是手太冷了 啊 放进去暖暖 开心吗 哎呦 我们现在去哪里找 第三步 千分高能 他们要干嘛 还有什么 我看 好还有 渐入佳境 一游未尽 现在呢 就在看房了 因为我姐马上来成都了 所以我要在这个小区 再给她租一套 随便找一套房子 先让她住着 因为年后呢 我要搬小别墅 就不在这边住了 这个是第一套 来看看 一个套三 找完房子之后呢 再来便利店 搞点东西 七七八 毕竟好久没有来了 先来一个小篮子 好久都没有吃香锅炒面了 那今天就来安排一份吧 三明治肯定要买 我最爱的草莓味啊 安排 今日份的小饮料呢 我们就来喝两个热饮吧 这个是一个柚子口味的饮料 我病啦 今日份的小采购 我还安排了一只烤鸡 一会儿回家做 芝士就是力量 这个是我提前解冻好的芝士 我们把它放进喷泉机里面 哇塞 我咋感觉翻车了呢 来啦 姐妹们 今日份的一夜开始了 今天是芝士就是力量 但属实有点翻车 今天我们喝的是暖饮 生活的仪式感 倒在杯子里面喝 哇 这个也太清新 太好喝了吧 就柚子的味道 然后感觉喝起来超级养生 接下来我把这个开关打开 它会慢慢这样旋转上来 这个噪音属实有点大 所以我们就先来吃炸鸡吧 把它关掉 太吵了 来个小鸡腿 蘸一下 安曼的芝士 哇塞 妈呀 芝士和炸鸡也太配了吧 再来吃一个 芝士的咸香和炸鸡融合的超级好 这炸鸡炸的真是太酥了 再来一口 哇 这只鸡嫩的流油 看一下这个仗 喜欢吃芝士的宝贝 一定要试一下 可绝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吃一下 这一个草莓三明治 奶油太细腻了 嗯 nice 哇 这一个草莓三明治真的是力推 吃起来有点像水果蛋糕的感觉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吃下这个香锅炒面 哇 这个面唯一不好就是太辣了 真的是又麻又辣那种 但是它这个面炒完之后还是很筋道 下面全是花椒还有辣椒 都再来烤 爱吃肉的宝贝们一定要尝下这个 因为里面的肉类丸子真的太多了 最后呢 我们再来七七这个关东煮吧 解解辣 再来吃个昆布 最后呢再来吃个福袋 它是紫菜口味的 福袋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鱼籽的 我觉得吃起来更香 这种素的就一般般了 啊 搞定了 一日份的空盘行动到这就结束了 希望你们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爱你们哦